大家今天2月11号星期五 又是周末的前夕 你可以看到这个大盘 还是受美股影响 美股因为通膨高于预期 所以昨天NASDAQ 还有所谓的费办 甚至道琼全部都大跌 可是大跌 你要看台湾股市 我讲过 只要美国股市 没有连续崩盘的危机的话 你心里一定要有一把尺 永远相信台湾股市会世界第一 什么叫世界第一 也就是一定会率先世界 接近前高甚至过高 而且迟迟迟迟的维持 大涨小回的态势 因为台湾股市的经济的基本面 相当的扎实 就像我讲的 我说 如果台湾股市 有这样的能耐的话 一定有科学证据可以佐证 什么叫科学证据 今天开盘有没有大跌 有大跌 可是大跌过后是连续下跌 还是打底之后 慢慢往上 你可以看到吗 慢慢往上 好 这是当日的证据 那整个态势 也就是一个期间 我们看强弱度也是要看一个期间 好 那台湾股市呢 在这个周期里面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图是有意义的 怎么讲有意义 我呢 把之前的高点 18619亮出来给你看 那呢 第二个 第二个高点 18500点 两高过后 有人说是做M头 其实那是看不懂股市 M头不是你讲M头 就是M头 WD 也不是你认为的 它就是WD 了解吗 都是用来骗人的 只有关键价 才是真的 什么叫关键价 1月14号呢 我说呢 站不上 站不稳 1825 必定往下崩 往下崩 没有任何支撑 接下来呢 2月9号 我说呢 18000点 完完整整的站好 多头呢 永远栽 了解吗 这就是台湾股市的 不传之密 也就是呢 当跌破关键价以后 一定天天往下跌 天天有低点 那相对呢 关键价呢 不是一成不变的 了解吗 关键价呢 是周董来规定的 我规定这个价 就是这个价 那一定会说 啊你怎么这么霸道啊 那你规定什么价 那就一定什么价吗 我说呢 你就完完全全去应征 当我规定出来以后 多跟空 必须分出胜负 那相对的 很好奇 对不对 不知道关键价怎么订 对不对 周董告诉你 我说呢 你要加入我的群组 我呢 会在里面 开一个专栏 来教大家 关键价要怎么看 怎么订 那最新的关键价呢 我说呢 现在是一万八千点 不用怕了 对不对 今天呢 往下跌 跌不穿一万八嘛 对不对 相对的 整个逻辑的态势呢 从高点 一路打到低点 那目前呢 慢慢的回温 对不对 从一万七千六百点 不到六百啦 其实大概在 六八零左右 然后一路往上走 对不对 大盘呢 是多头 是空头 你自己心里要很清楚 为什么 因为答案简单嘛 很多人讲说 反弹而已啊 我说你错了 站稳一万八 到三万点 都有可能 你一定会认为 我讲的太夸张 不过呢 你印证 你去印证 一万八之上 就是永远多头 这不用再讲了 一万八 永远多头 那一万八如果跌破呢 那拍谁 台湾股市就万劫不复 就这么简单 台湾股市就是要 这么简单看 你有没有看到呢 我都没有划线 因为线都是在骗人的 线不对 大盘的线永远在骗人 个股骗得更凶 了解吗 只有呢 关键价跟量才是真的 那关键价跟量 那量呢 我这边有一条线嘛 对不对 我也舍不得把它擦掉了 我告诉你啊 十日线 十日线 好 那相对的 多头无疑的 好 重点来了 要怎么贪钱 多头你以为 买股票就会赚钱吗 大错特错 今年什么年 今年老虎年 老虎年什么 特性 跳下 跳上 跳下 跳上 跳下 跳上 如果呢 你没有在做期货选择权 你没有感受啦 为什么 因为呢 从2月7号 礼拜一开始 对不对 开高 杀150点 弹200点 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 礼拜二 继继续 开高 往上冲 再往下 杀150点 你以为就这样结束吗 没有嘛 星期三嘛 对不对 开高 往上拉以后 再往下灌压 了解吗 礼拜四 也就是昨天 你以为没事吗 开高 再往下 杀 再往上 拉200点 你以为就这样子 安然的 无恙了吗 没有嘛 昨天夜盘 杀100点 拉100点 再杀200点 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 没有嘛 今天嘛 有没有开盘往下杀 现在慢慢往上拉 了解吗 这就是老虎年的特性 不是呢 你一成不变的 我买了做多 然后就会赚 绝对不可能 老虎年呢 就是这样 你要知道呢 买点跟卖点 而且呢 要胜选标定 什么叫胜选标定 我刚才讲过了嘛 不是你买股票就会赢 要买什么 主流股 我常在讲主流股 买主流爆波段 不要换来换去 不要跟我讲 你今天这一档股票 赚了一支涨题 卖掉 然后隔天呢 再买另外一支 再赚涨题 卖掉 然后每天不一样 我告诉你 你会出事 为什么 因为呢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赚钱 涨题卖掉 对不对 那如果没有涨题呢 亏钱呢 不卖对不对 结果你的投资组合 越来越多都是亏钱的 因为你有个特性 亏钱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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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呢 到最后全部的股票都是亏的 赚呢 赚一块就跑 亏呢 都不跑 那你想想看 资金呢 你是越来越少 而且都套牢的 没办法动弹 而呢 大盘呢 我讲过 你就是好好胜选主流 把主流呢 重压买进以后 陪它一路成长 因为你想想看嘛 一档公司 一家公司 如果今天涨一只涨题 明天就开始跌了 这家公司 有没有什么基本面 绝对没有 一家公司呢 它之所以会成长 就是不管营收 不管盈余 不管呢 所谓的CEO的管理 还有所谓的 整个产业的景气 息息相关 对不对 那相对的 我们呢 就慢慢的挑 比如说我们先挑五档股票 然后呢 再认真的 从这五档股票里面 去删掉 比较弱的两档 剩三档 对不对 剩三档呢 就不要客气了 都买 都买 了解吗 都买 很多人呢 认为说 那我all in一只 最强的就好了 都总告诉你 老天爷不会那么厚待你 了解吗 当你all in一只 最强的 我敢保证 那两只呢 先喷出两倍 然后你这只都不动 等到你这一只呢 all in不动 你觉得心烦的 把他卖掉 没有亏哦 把他卖掉 不好意思 这一只呢 涨五倍 知道的意思吗 那你何不当初呢 五只 已经挑掉两只 不太好的 你觉得 没有他三只好的 这三只都买 三只都买 三只都买的呢 今天呢 一粒店涨停 很欢迎 明天呢 长荣行创新高 很高兴 后天呢 另外一档 慢慢的往上走 每一天都很高兴啊 每一天都很快乐啊 对不对 我们买到的就是主流股 那主流股 也不是周董在讲的 主流股 我讲过 一定有特色 比大盘强 大盘涨 一二三四 今天跌 对不对 你不要看今天红K 今天跌哦 那我说呢 要认真检验吧 一二三四五 涨五天 涨五天 那每一天呢 都有平盘让你买 有没有 那我讲过 主流股呢 如果呢 你那个股票 只成交什么 一千张的啦 五百张的啦 然后锁涨停 那没露音啦 没效 那为什么周董讲没效 因为答案简单嘛 每天成交量五百张 一千张 你敢买几张 你敢买几张 你资金如果有五百万的 你敢买几张 你买不了几张 除非是那些呢 一两千块的高价股 可是呢 我可以跟你担保 古年呢 绝对不会涨 那一两千块的高价股 了解吗 因为呢 他们呢 最好的成长的一个过程 已经过去了 就像我讲过了 我说呢 货柜 还是相当的旺 今年呢 赚三四十块呢 还是有机会 可是重点来了 去年已经赚四十块的养名 今年如果赚三十九块 四十块哦 三十九块哦 去年赚四十块哦 今年赚三十九块哦 你有什么感受 差不多的 这个市场是讲究效率的 也就是呢 当初他五块呢 因为他EPS从负的成长到四十块 所以呢 股价可以从五块 直接拉到两百三十四点五 让你大赚了二三十倍 那相对的 过去就过去了 去年赚四十块 今年要赚八十块 后年要赚一百二十块 大后年要赚一百六十块 这样才是成长股 那你会想 哎 这样是不是太严苛了 一点都不严苛啦 还记得吗 3008的大立光吗 3008的大立光呢 在七年前 EPS一年先赚四十块 接着赚八十块 接着赚一百二 接着赚一百五 了解吗 逐年逐年的往上走 四十 他四十块EPS的时候 他股价在四百 接着呢 破千 破两千 三千 四千 五千 六千 这就是成长股 有没有 可以做很久 因为呢 他EPS呢 跳背的成长 可是呢 当你EPS呢 没有办法再成长了 也就是去年四十块 今年三十块 明年三十块 永远都这样的话 那你股价就是在一个区间 所以为什么我告诉你 我说呢 2618的长荣行 他的成长性会比长荣 阳明万海来得好 了解吗 那你看到没有 我们整个波段哦 会员呢 买三五百张的 比比皆是 从26块出发到今天三十块 已经赚四块 四块 了解吗 已经赚四块 稳稳荡荡的买一只好股票 什么都不用烦恼 稳稳荡荡的就这样赔他成长 这就是我的理念 那相对呢 2497的伊利店嘛 昨天看到一百 稍微震荡洗盘一下 没有关系 我刚才讲过 我说呢 你不能呢 今天欧印一档股票 比如说呢 你有五百万 你有五百万 要全部买长荣行 不准 不准 为什么 因为答案简单 长荣行呢 也是人啊 一家公司嘛 对不对 也是要什么 要休息要睡觉 了解吗 不能够天天涨给你看 那天天 没有办法天天涨的话 你买进去 那如果不动呢 那相对的 你的心会很烦 可是呢 如果长荣行 买三分之一 伊利店买三分之一 还有呢 我们的新股票买三分之一 那相对的 长荣行天天过高 很高兴 对不对 伊利店呢 前天涨停 对不对 相当的嗨 对不对 那相对的 每一天哦 你都会感到相当的高兴快乐 因为呢 你都有股票在成长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你的投资组合呢 慢慢的往上增加 光是呢 500万 稳稳荡荡的买这些股票 最少现在已经赚到了 六七十万 了解吗 六七十万 这就是我们要给你的 稳稳荡荡的买一个主流 赔它成长 当然啦 这个盘式呢 不只只有股票而已 我讲过 我说呢 台湾股市呢 虎年的特性 我刚才给你形容过 对不对 每一天都验证 跳下 跳上 跳下 跳上 那跳下跳上呢 台湾股市呢 很棒哦 台湾股市呢 还有所谓的选择权 选择权的意思呢 就是说 台湾指数呢 波动了这么厉害 那相对的 有没有一个标的 也就是呢 像股票一样 我投资它 然后就可以赚钱 比如说呢 我们知道呢 未来指数会涨 那为什么知道会涨 因为看股票都在涨啊 主流股啊 长荣行在涨啊 还有我们的台积电在涨啊 所以指数会过高 对不对 可能会到一万九或两万啊 我很看好这个指数呢 过高到这个程度啊 那我应该怎么办 你应该买call 你应该买call 了解吗 什么叫做call 也就是呢 你买进这样的指数 不管呢 你买一万八千三 一万八千五的 你看好 对不对 好 它会来 它会来呢 你先买起来 买起来以后 它真的过了 它真的冲过了 你呢 本来看好了 一万八千三 一万八千五 那你看看 你买的 相当的低啊 对不对 像我们昨天呢 稳当的买进 一万八千三百点的call 买二月的 二月的 call就是看好 就是买权 当我们买呢 最低买到61 昨天晚上呢 就已经涨到165了 61啊 假设呢 把它当作一档股票 就是61块 61块买进 然后呢 晚上就到165了 你一定会想 今天西郎 怎么这么快 股票要赚一支涨停 那可能要等一天啊 两支涨停要等两天啊 那为什么选择权呢 买call 买买权 做指数的 竟然呢 从61块 涨到165块 只要三个到五个钟头 为什么 答案就在 我们的选择权 就是可以抓得到 虎年的波动 了解吗 抓得到虎年的波动 而且呢 拿这张密码表 你看到没有 是二月的 二月的 二月的 那二月的呢 现在呢 外资的布局呢 这个每一个仓位 每隔50点 就是一个仓位 每隔50点 就是一个标的 那外资呢 就在这边 你看到成交量 比股票大很多 成交量呢 都是 16,000 14,000 所以呢 call的成交量 把它全部的list 加起来 20万口 还有PUT呢 全部加起来 20万口 20万口表示什么 你的资金呢 不管500万 甚至更多了 可以一次买期 也可以一次把它卖掉 因为这个成交量是够的 好 那这只能够是够的呢 当外资要发动的时候 怎么看得出来 我遮起来的就是外资呢 人家布局的 布局的一个方向 我遮起来就是外资 他布局的方向 所以呢 当他布局的方向 被我们抓到以后呢 我们就切入标的 昨天 昨天切入了标的呢 在大概11点左右 11点买进 我们不失望我们买到最低啦 昨天最低在42 可是呢 我不失望42买得到 因为呢 答案简单 外资 他已经布局好了 可是呢 他要不要发动 要不要发动 要看呢 盘式 要不要往上走 当盘式发动往上走 表示外资是什么 这个货已经吃够了 很像股票哦 股票的意思就是说 人家外资啊 主力啊 他底下呢 低价的还没有吃够 他不想拉 因为呢 我没有吃够 我拉上去 一来我赚不够多 二来呢 都让散户呢 偷吃走了 所以什么 我底下呢 要吃的很多很多 比如说呢 我吃了三万口 吃了三万口以后呢 我开始往上拉 那怎么可能拉一点点 拉一点点跑不掉啦 也不够成本 了解吗 因为呢 你想看 他为了吃这些货 他股票呢 到了多少 还记得吧 在礼拜二的时候 台积电有没有 跌7块钱 了解吗 就这样 好 那相对的 相对的 当他吃够以后呢 我们买在61的 昨天晚上是拉到165 我跟会员讲 拉越快 出越慢 不拉了就快快出 赚了1.7倍 10万块买进 赚17万 那为什么 我刚才讲说 你500万都很容易做 那为什么我要你 只买10万块 因为答案很简单 周董呢 都假设我的会员 进来的会员 要有100万 100万来跟我做 周选择权 那100万来跟我做 周选择权呢 你一次 只能买十分之一 也就是10万块 当然如果你500万要跟我做 你一次要买50万 50万 我包准你买得到 也卖得掉 那你想想看 如果买50万的话 昨天呢 是不是稳稳当当的 赚1.7倍 了解吗 也就是呢 大概赚70万左右 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 50万可以赚1.7倍 好好的去把握呢 台湾股市这样的波动 好 那昨天晚上呢 大概在晚上 几点拍下 晚上10点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美国股市是相当的震荡 美国股市一震荡呢 我看有机会 因为呢 台湾股市呢 突然间呢 被杀了100多点 好 我再做一次 18500点的扣 10万块再赚7万6 好 那这是呢 上一个礼拜 也就是2月7号 2月8号 2月9号 所结算的 第二个礼拜的标的 2W 有没有看到2W 10万块赚54万 有没有 还有我们之前知道 要下跌了 有没有 1月14号就告诉你 1825破了 下跌 10万块赚24万 10万块赚6万3 10万块大赚117万 这就是台湾股市 能够抓到股年波动的 周选择权 务必跟上 那怎么跟上呢 请扫我们的QR Code 不管是加LINE 加Telegram 甚至呢 打电话 我觉得打电话最快的 0223219933 好 今天节目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本公司以往 及其效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至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行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